今天我們邀請了一位嘉賓Miu 他是一個身心靈的同行者 我們今天的話題是說愛自己 我很奇怪 其實這個世界真的有人不愛自己嗎? 對 很多時候就忽略了自己 包括我自己也是 我以前也有人問 愛自己? 自私不行 其實中間也有很多誤解 Miu你的愛自己的程式中 是有什麼內容呢? 為什麼才可以愛自己呢? 在這個程式中 我們是透過Luis He 這本鏡子練習 他是21天的 當中他教我們 如何與鏡子的自己溝通 如何接納自己 同時也跟我們的內在小孩聊天 有些人會覺得 我們裡面有個小孩嗎? 有個人在嗎? 其實 你去想一想 我們內在會不會有些內在聲音呢? 會不會有些事情 其實自己 可能頭腦就是一個想法 但心又有另一個想法 因為我們的頭腦和心 經常在打架 所以會做不到真正的自己 而且我們的氣力 就會覺得很累啊 為什麼我好像要這樣做 但做了出來又好像不太適合呢? 所以在那個課程裡 其實我們可以跟自己的內在小孩溝通一下 了解我們裡面發生了什麼事 以前小時候發生了什麼事 有些事情我們是未療癒的 未處理的 其實因為這樣 而現在才是重重覆覆的發生 所以我們只需要很簡單 去接觸它 再去關顧它 再去慰問它 咦?你發生什麼事啊? 你有哪一方面的需要 是未被療癒的? 又或者哪一方面的需要 未被見到? 其實就已經足夠了 當我們可以接觸我們自己的內在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勇氣去面對各方面的自己 無論是優點 優點方面 我們就會更加去懂得 欣賞自己 將自己的優點去展現出來 不會太過謙虛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中國人 很有趣的時候 謙虛本身是未得 但是太過謙虛就會變成自卑 是啊 或者是虛偽 對 將自己的才華有時候掩蓋了 其實才華應該是被人看到的 對 對 說得好 對 所以 我們要懂得欣賞自己 欣賞上天 去賦予給我們的才能 怎樣可以在這個社會上 展現出來 造福這個世界呢 其實當我們能夠把真實的我 展現出來的時候 我們的生活一定是很開心的 然後 另外就是 當我們去接受自己 欣賞了自己的時候 我們就懂得怎樣去接受封信 因為有時候 譬如每個人都說 我想買錢 我想買錢 但是 有沒有想過 我們本身跟錢的關係 我們怎樣去想金錢 這件事 還有 過往可能習慣了 我要靠自己 我要靠自己 就算有人協助你 想幫你 或者送禮物給你 你都會覺得 不用了 不用了 我不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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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那麼好 我不需要 我不應該 很有趣 有時候會覺得 我應該賺錢要很辛苦 其實我又先天 又有什麼不足 不足 把自己的不好 放到很大的 反而這樣 拖累了自己 不可以前行 是啊 所以正正就是這件事 所以我們就需要去學習 怎樣真真正正為之愛自己 當你懂得愛自己的時候 其實你更加懂得怎樣去愛你身邊的人 怎樣跟身邊的人去溝通 你會發現你懂得了愛自己之後 其實你跟身邊的人的關係 你去處理事情 是順暢很多 可以舉一兩個例子 就是鏡子練習 我要怎樣對著鏡子去令自己更加愛自己呢 鏡子練習是其中一樣 譬如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可能有望鏡 但是又有沒有跟鏡中的自己溝通呢 怎樣溝通呢 所以他就會建議我們 一開始我們可能是在廁所的鏡 或者你找一個你覺得安全舒適的地方 你就看著鏡中的自己 首先去看著自己的雙眼 然後去跟他聊天 你去開始接觸的時候 去跟他說 我愛你 我愛你 我真的真的愛你 其實你只需要去重複這樣 去跟鏡中的自己溝通的時候 可能一開始是兩三分鐘的時間 看著鏡中的自己 雙眼 如果看著雙眼 我覺得不舒服啊 這樣 你試一下看他的額頭 或者試一下看著他的鼻 去說我愛你 首先 跟他去連結了先 讓自己都開始慢慢去打開自己 讓鏡中的自己都慢慢去接受 我是愛你的 我是很喜歡你的 初初的時候 其實可能 你會覺得 跟鏡中的自己是很大的距離感 嗯 而且覺得 他沒有感覺 嗯 好像很傻瓜 對啊 一邊做一邊 不停說自己 但是這個正正就是 我們需要跟自己的連結 而且 每個人都需要愛 當我們有足夠的愛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能力 還有動力去做我們想做的事情 嗯 另外鏡子念摘 在其中 他有肯定與他 我們平時在日常生活的時候 無形會說了很多否定的語句 例如 我不想肥 我不想烤絲 我不想被老闆罵 我不想做錯事 但是無形就會 這些問題就會一一衍生出來 所以正面肯定的語句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就是很簡單 去說出你想要的東西 嗯 嗯 就已經可以了 而不是去說我不行的東西 對啊 我要很漂亮 我要很纖誘 我要很活潑 就不要說那些 哎 其實我不想我這樣拉 這樣 正面思維 對 去想像 和自己說 啊 我已經是那個狀態了 我已經是很漂亮 我很妙條 我很欣賞自己 當你懂得欣賞自己的時候 你就會懂得欣賞身邊的人 你就會發現 咦 身邊世界每一樣東西都是這麼美好 嗯 好 除了第一個看著鏡子說 我愛你 我喜歡自己 嗯 第二樣我們又可以和鏡子怎樣溝通呢 嗯 好 我們呢 首先呢 可以 再去看著鏡子 其實可能很簡單 去看著鏡子中自己 他那個面貌 嗯 不帶任何的批判 因為我們其實那個習慣性 我們的教育 很多時候都會說 哪些不好 哪些錯 要改 對 對 我今天認識好像不太好 我那一刻 反而會看這些 對 這個是我們很慣性 就會找出自己不好的地方 嗯 但是我們正經指練習 就是正經去接受 當下的自己 去接受鏡子中的自己 嗯 不帶任何的批判 只是去看著 看著其實 都會有一個感覺 有一個效果 跟著你內在裡面 會有一些可能感動的位置 嗯 還有有機會可以和自己的內在連結了 那跟著之後 你慢慢做下去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咦 我每做一次 我就覺得 咦 好像內在有一些東西 可以釋放了 有些情緒 有些不安 批判性的東西 慢慢釋放 然後你會 你會越做越開心 還有 個人的笑容 還有 你會覺得 眼睛明亮了 笑得燦爛了 很多 嗯 我又想問一下 當我開始做鏡子練習的時候 我應該當他是另一個人 還是當投入我 我也是我 嗯 你明白嗎 明白 明白 OK 那怎樣去做 讓你舒服一點呢 其實可以舉幾個例子 讓你去選一個你覺得適合的方式 這樣 譬如一開始 這樣 你去看著鏡子中的自己 你可以就是去看 就是現在的自己 OK 看看有什麼感覺 嗯 然後你覺得 咦 這樣不舒服 這樣 那你就可以去想像 就是 咦 看著一個小時候的自己 哇 小朋友的自己 你看著他的時候 你有沒有什麼 是想跟他說的 嗯 你可以趁這個機會 跟他去溝通 你會覺得 咦 你好像不太開心 那你可以看著鏡子 跟他聊天 那這個就是 跟自己內在去連結 去溝通的一個很好的方法 有些人會覺得 嘩 對著髮鏡子 是不是瘋了 哈哈 但是 往往 其實我們就是 需要去關心自己內在的需要 還有 試想一下 其實是否每個人都想 有人關心你 關愛你呢 但是在現實生活 身邊的人未必可以做到 但是 我們可以自己做了 嗯 第一步就是 愛自己 我覺得譬如 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 一些令自己開心的 對 小小的動作 譬如 我這樣想 看看你覺得合不合 就是如果我看快鏡子 那我就不夠精神了 嗯 那我就會說 嗯 今天不如獎賞一下你 去吃一頓好的 或者我想少一些沙律 很顏色豐富的 令我的人提升能量 或者甚至乎我去一下郊外走一下 這樣 令自己開心一下 嗯 這些小小的 給自己的優惠 都可以幫到 你覺得不可以嗎 對呀 其實你可以當鏡子的自己 就是一個朋友 跟他一起去做買一些東西 覺得 看到他今天不太開心 又或者是 看到他好像有些東西想 需要解決 這樣 也可以像朋友那樣 跟他聊天 就像你剛才所提議 我們可以做一些自己開心的東西 吃一頓 或者去郊外走走 都是一個很好的提議 嗯 掌賞一下自己 是的 今天我們講我自己的題目 就講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有機會 跟大家再分享其他 新心靈的活動 或者療癒 一些簡單的行動 Mira 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你自己 嗯 我是一位新心靈的同行者 目的就是讓更多人 去認識到新心靈健康的重要 懂得自我關顧 去平衡他們的工作 家庭 和生活所需 有意義和正向地去生活